大家好,今天分享莫言的散文,洗热水澡。 当兵之前,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年,从没洗过一次热水澡。 那时候我们洗澡是到河里去,我家的房后有一条礁河,每到盛夏季节,河中水是滔滔。 坐在炕上,便能看到河中的流水。 回忆中,那时候的夏天比现在热得多,吃罢午饭总是满身大汗,什么也顾不上,扔下饭碗便飞快地跑上河堤,一头扎到河里去。 扎猛子,打扑筒,这行为本是游泳,但我们从来把这说成是洗澡。 在河里泡上一扇五头,等到大人们午睡起来,我们便爬上岸,或是去上学,或是去放牛羊。 每年的夏天,河里总要淹死几个孩子,但并不能阻止我们下河洗澡。 大人也懒得来管,我们都是好水性,没人教练,完全是无师自通,游泳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。 那时候,每到夏天,十岁以下的男孩子身上都是一丝不挂,连鞋子也不穿。 我们身上沾满了泥巴,晒得像一条条黑白鱼。 有一些胆大的女孩子,也有每天中午跟着男孩子下河的,但她们总是要穿着衣服,脱泥带水,很不利索。 我们洗澡的时间,大概从五一节开始,洗到十月国庆节为止。 个别的特别练水的孩子,到了夏霜的深秋季节,还动不动就往河里跳。 我们那时自然不知冬涌什么的,只是感到不下水身上刺痒。 河里结了冰,我们就没法子洗澡了,然后就干把一个冬季,任凭身上的灰垢,积累得比铜钱还要厚。 那时候,我们并不知道城里人在冬季还能洗热水澡。 我第一次洗热水澡,是应征入伍后,到县城里去换穿军装的时候,那时我已二十岁。 那个冬季里,我们县共征收了九百名士兵,在县城集合,发放了军装后,像赶鸭子似的被赶到两个澡堂子里去。 送行的家人们在澡堂子外边,等着拿我们换下来的衣服。 那时县城里,总共有两个澡堂子,一个是公共澡堂,一个是橡胶厂澡堂。 公共澡堂也叫人民浴池,是供县城人民洗澡用的。 据说里边有一个很大的水池子,而且还是石板铺地。 橡胶厂澡堂是供橡胶厂工人洗澡用的,规模很小,设施很差。 我不幸被分到橡胶厂的澡堂里去。 那个澡堂其实就是在平地上挖了一个坑,周遭抹上一层水泥。 水泥坑中倒上几十桶热水,墙角上临时生了几个火炉子。 澡堂里的墙上、地上,到处都抹着一层又黑又黏的脏东西,估计是从橡胶工人身上洗下来的。 屋子里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气,比农村里所有的气味都难闻。 很多人捂着鼻子跑出来说不洗了,不洗了。 但带队的武装部干部说,你们已经是兵了,军令如山倒,让你们洗就得洗,不洗就是违抗军令。 于是大家只好手忙脚乱的脱衣。 三百个青年,光溜溜的,发一声喊,冲进澡堂里去,像虾饺子一样跳到池中。 水池立刻就满了人,好似肉的丛林。 池中的水猛地溢了出来,在地上涌流,流到外间去,浸湿了我们脱下来的衣服。 这次所谓洗澡,不过是用热水沾了沾身体罢了。 力气小的挤不进去,连身体也没沾湿。 但是从此以后,我知道了,人在严寒的冬天,可以在室内用热水洗澡这件事。 当兵后,部队住在偏远的农村,周围连条可以洗澡的河都没有。 我们整天摸爬滚打,还要养猪种菜,脏得像泥猴子似的,身上散发着臭气。 但部队就是部队,待遇胜过农民。 每逢重大节日,部队领导就提前派人到县城里去联系澡堂子。 联系好了,就用大卡车拉着我们去。 这一天,部队把整个澡堂包下来了,老百姓不准入内,我们可以尽兴地洗。 我们所在的内阁县,是革命的老根据地,对子弟兵有很深的感情。 澡堂工作人员对我们特别客气,免费供应茶水,还免费供应肥皂,把我们感动得很厉害。 那个很胖大的澡堂领导对我们说,好好洗,同志们,来一次不容易,有什么意见随时提出来, 我们随时改正。 我们的带队领导说,同志们,好好洗,认真洗,洗不好,对不起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一片蜥蜴。 我们在澡堂子里,一般要耗六个小时,上午九点进去,下午三点出来。 我们在老兵的带领导,先到水温不太高的大池子里泡,泡透了,爬上来,两个人一对,互相搓身上的灰。 直搓得满身通红,好像退去了一层皮,也的确是退去了一层皮。 搓完了灰,再下水去泡着,泡一会儿,再上来搓灰。 这一次是细搓,连脚压缝隙里都要搓到。 搓完了,老兵同志站在池子岩上,说,不怕烫的,会享福的,跟我到小池子里泡着去。 我们就跟着老兵到小池子里去,小池子里的水起码有六十度,水清见底,冒着鸟鸟的蒸汽。 一个新兵伸手试了试,哇的叫了一声,老兵轻蔑地看了他一眼,说,大惊小怪干什么? 然后,好像给我们表演似的,他屏住气息,双手按着池子的边沿,闭着眼,将身体慢慢地顺到池子里。 他人下了池子,几分钟后还是无声无息,好像牺牲了似的。 我们胡思乱想着,但是不敢吭气。 过了许久,水池中那个老兵,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,足有三米长。 我们在一个忠厚老兵的教导下,排着队蹲在池边,用手往身上撩热水,让皮肤逐渐适应。 然后慢慢地把脚后跟往水里放,一点一点地放。 牙缝里丝丝丝丝的往里吸着气,渐渐地把整个脚放下去了。 老兵说,不管烫得有多痛,只要放下去的部分就不能提上来。 我们遵循着他的教导,咬紧牙关,一点点地往下放腿,终于放到了大腿根部。 这时你感到,好像有一万根针在扎着你的腿,你的眼前冒着金火花,两个耳朵眼里嗡嗡地响。 你一定要咬紧牙关,千万不能动摇,一动摇什么都完了。 你感到热汗就像小虫子一样从你的毛孔里爬出来。 然后,在老兵的鼓励下,你一闭眼,一咬牙,抱着死也不怕的决心,猛地将整个身体浸到热水中。 这时候,你会百感交集,多数人会像火箭一样窜出水面。 老兵说,一致坚定不坚定,全看这一刹尖。 你一往外窜,等于前功尽弃,这辈子也没服务洗真正的热水澡了。 这时你无论如何也要狠下心,咬住牙。 你就想,我宁愿烫死在池子里也不出来。 这时,你可能感到有万只钢针在给你针灸,你的心脏跳动得比麻雀心脏还要快。 你的血液像开水一样在你的血管子里循环。 你汗如雨下,你血里的脏东西全部顺着汗水流出来了。 过了这个阶段,你感到你的身体不知道哪里去了,你基本上不是你了。 你能感觉到的只有你的脑袋,你能支配的器官只有你的眼皮。 如果眼皮算个器官的话,连眼皮都懒得睁开,你这时尽可以闭上眼睛,把头震在池子檐上睡一觉吧。 即便是这样死了,你也挺幸福,是不是? 在这样的热水中,像神仙一样泡上各把小石,然后吊动昏昏沉沉的意识,自己对自己说。 行了,伙计,该上去了,再不上去就泡化了。 你努力找到自己的身体,用双手拔住池子的边缘,慢慢地往上抽身体,你想快也快不了。 你终于爬上来了,你低头看到,你的身体红得像一只煮熟的大龙虾,散发着一股新鲜的气味。 澡堂中本来温度很高,但是你却感到凉风袭袭,好像进了神仙洞府。 你看到一根条凳,赶快躺下来,如果找不到条凳,你就随便找个地方躺下吧。 你感到浑身上下,有一股说痛不是痛,说麻不是麻的古怪滋味。 这滋味,说不上是幸福还是痛苦,反正会让你终生难忘。 躺在凉森森的条凳上,你感到天旋地转,浑身轻飘飘的,有点腾云架雾的意思。 躺上半小时,你爬起来,再到热水池中去浸泡十分钟,然后就到脸庞头那儿,把身体冲一冲。 其实冲不冲都无所谓,在那个时代里,我们没有那么多卫生观念。 洗这样一次澡,几乎有点像脱胎换骨,我们神清气爽,自觉美丽无比。 好,刚才我们分享了莫言的散文,洗热水澡,请点击关注。